郭俊安與陳柏宇一齊出席全民閱讀活動 為了令小朋友對閱讀更加有興趣 安仔就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方法 我都會在一些故事情節裡扮演一些角色 跟他們玩在一起 從而讓他們領受下的故事裡 有甚麼教訓 至於同樣是爸爸的陳柏宇 早前一家三口去了泰國度假 但女兒竟然嚇倒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他第一次感受到泳池的水溫度 因為他永遠接觸水的時候都是洗澡 洗澡永遠都是暖水 現在第一次帶他去泡泳池的時候 就放一隻腳下去 放一隻腳下去幾秒左右 他就開始哭了 不喜歡因為沒感受過 但是我們連續三天都有泡他下去泳池 去到第三天其實他都輕鬆了很多 另外對於之前鋪了張女女的露點上野 來網友評論 陳柏宇又會不會介意呢 他們覺得露點 其實不是 大家只是找個話題去說 不是寫這些 又沒有甚麼其他東西寫的意思 也不是很多人寫的 只是那幾個而已 爸爸又露點了 我們Abby又露點了 我沒有想過 問哈 寫著吧 我還不知道 我會想過 讓你慢慢看 那些電腦 我只會想過 那些電腦 只會想過 我只會想過 我只不想過